俄乌战争继续来关注的是乌克兰高阶军官表示 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收到了美国承诺给乌克兰的急速弹药 这可以用于加速反攻俄罗斯占领军 胡小当下一名高官也证实了这项说法 而乌克兰指挥官说这些到手的急速弹不一定要使用 但是到了他们手上握有这项武器 就可能让前线俄军胆战心惊 而另外乌克兰现在除了空中无人机之外 还有路面无人机可以遥控 开到俄军的坦克车底下引爆 头顶两架乌克兰米格29战斗机红红作响 但地面另一组人马有自己的任务 快手架好多管火箭 炮口对准俄军阵地 但他们时间并不多 控制火箭数量很重要 因为俄军可能会回击 鲁北火箭发射完毕马上逃离现场 这种地对地打击反攻前线天天看得到 但乌军还有比较罕见的得力助手 看过空中无人机 有没有听过地面无人机呢 四个轮胎一块方形车身 遥控车速度快 也能穿梭崎岖地形 重点是高度和杂草差不多 敌人不容易察觉 油民间研发的地面无人机 目前已经实战运用 最主要用途就是装上反坦克地垒潜入敌营 各种军备用在反攻作战 人摇控车也来当生力军 但讲到重型武器 外国军员还是不可或缺 丹麦宋的八轮凯萨自走炮光体型就很惊人 威力当然不能小看 不过大家最瞩目的毁灭性武力 在一片争论声中悄悄抵达乌克兰 负责无难反攻作战的总指挥官 大战急速战是强力武器 好用归好用 只是急速弹杀伤力高 争议也大 俄罗斯当然不乐见 但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他并不担心 表现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只不过还没等到乌克兰使用急速弹 俄军先内耗 画面上看到即将派到前线的俄军 竟然互相争执打起家来 除此之外 俄罗斯末日将军 速落为禁的下落 有最新消息 华尔街日报调查发现 瓦格纳兵变后竟然有多达13位俄罗斯军官将领 被捕还有另外15位被停止或开除 俄乌战争关键时期 父亲却更在乎解决意见不合的人 TVS新闻众告导 从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6月发生冰变之后 对俄罗斯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美国有消息指出俄国领导阶层正历经许多的不合跟混乱 详细由交易记者李作和 好 在瓦格纳的冰变之后 当然这件事情是暂时化起了这个危机 不过后续却显现出来 这是不是代表着俄罗斯高层的混乱呢 我们看到瓦格纳的冰变是在6月24号 当时说他们距离莫斯科最近只有200公里相当的近 而且甚至传出他们一路是没有俄军的阻撓就往前进了 那难道是挡不下来吗 当然后来在白俄罗斯的介入之下 他们是缓缓这个冰变了 可是他们的首领也提到说 冰变目的不是要推翻政府 而是要为了部分的军事领袖 应该要神之以法 那当然美国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 秘利就说 这其实整件事情显现说在战略层面上 俄罗斯高层间明显的存在不安以及混乱 而最终的走向呢 他说现在断言都还太早了 因为他认为整起事件还没有结束 再来看解放军东部战区又有新动作 这次进行多兵种的对抗演练 另外共军今天又派出了30架军机扰台 其中17架还越过了海峡中线 因为美国在周四派P8A海神式反潜机飞越台海领空 中美较劲的意味可以说是相当的浓厚 而大陆骇客入侵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电邮 布林肯跟王毅在东协的会场场编会 也因此特别尴尬 前方发现雷场 爆破毒 迅速前出破除 炎炎夏日解放军高调军演 找来隶属东部战区的第73集团军模拟多兵种对抗 演练过程中 红蓝双方所属侦察 装甲 工兵 炮兵等多个兵种一体联动 似乎想与我军的汉光39号士兵操演隔空较劲 近期解放军东部战区动作平平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月初还亲自视察 剑场立刻响起如雷掌声 就连不在场的士兵都得乖乖透过远距收卡 习主席讲话 正在野外驻训的海军某部官兵通过广播电视收听 收看习主席重要讲话 在武警新疆总队官兵聆听了习主席讲话后表示 确保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 台湾国防部公布最新共击动态 证实截至14号上午6点又有30架共击绕台 当中有17架越过海峡中线 不让中共把台海当内海 美国前一天才派出 美国P-8A海神式反潜机沿台海中线飞行 以展现对自由开放印太区的承诺 美国P-8A海神反潜机 每台造价2.9亿美元 最大航程8300公里 可用作海上巡逻侦察机反潜作战 上头更搭载5个机内弹舱 和6个机外武器挂载站 CN过去曾曝光P-8A的那一部画面 当时飞机正在南海飞行 又碰上向战地为王的解放军 南海议题依旧是这两天 东协外长会重要焦点 最新发表的东协联合公报 也关注解放军在南海填海造地的活动 并通知这种行为 不仅危害区域稳定 也破坏海洋环境 会议期间重头戏 还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和大陆外事办主任王毅的场边会谈 但两人眼神几乎没有交集 场面略显尴尬 同样是握手王毅与俄罗斯外长 可是互忘了好几秒 整体气氛看得出明显差别 然而中美关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美国微软公司周三才揭露总部设在中国的骇客组织入侵20多个组织电邮账户 受害者包含美国国务院 就连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都跟着遭殃 也难怪先前的北约峰会上要多次点名中国 不满被北约严厉警告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改在推特反抢 他PO出一张写着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爆炸画面 反控跌覆国际秩序的人其实是北约 提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